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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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正在痛吗 痛哪里 你跟大家讲 这里 理言先 喔 真的啊 痛多久了 好长多长 跟大家讲 好人厌 什么 什么 好几年了 好几年 为什么我说话说不出来 气短 我气短 我都会成为后背疼 所以我比小时候会疼 他后背疼 所以他后背疼 后背疼也是属于什么 上胸椎 所以上胸椎跟小腿肚的病是怎么样 是一不是二 如果你们今天没有学原始点 像这样的病 这里背痛又去找什么 酸痛科 小腿肚又是另外一个病 他一定不会把它粘贯在一起 我敢保证 那这里就贴一个膏药 这里又贴一个膏药 那其实他只要上背部的上胸椎揉完之后 他那个小腿肚也可以改善 连气短都可以改善 那气短是属热症还是寒症 你们都还记得 所以一听气短就知道答案 所以大家看一下 学看一下 这个脸色是什么 黄的 黄的还是寒 对不对 是不是这里很黄 对不对 黄的都属寒 所以我才说 有时候中医的书写错了 黄把它当肋症就错了 好那你舌头也看一下吧 它是记得患者伸舌头的时候你们要看 如果是大力伸变尖的长长的 那个不准 因为用力颜色会变轻轻的吐出来就准了 好轻轻吐出来这样就准了对不对 胖胖宽宽白胎来你看 有没有 白胎 好 那这个确定一定是属寒 所以它的背痛气短 还有小腿肚痛 通通因寒引起 但这样的患者要特别小心 因为所有的痛都指向心脏 那所以为什么心肌梗塞很多说没有症状 一睡晚上就起不来了就死掉了 就是其实它平常就有症状 只是我们忽略了 像这样怕冷 鼠寒性然后背痛小腿肚 各种信息都在通知它 心脏有问题了 如果再不注意 很可能就会怎么样 出现问题 你会不会胸闷啊 你会不会胸闷 想想微骨也痛 微骨不敢坐 哪里不敢坐 好 大家看一下 哪里在疼 这里微骨 这里坐了就会痛是吗 伟敌骨是吗 好 那等一下再讲到治疗伟敌骨 你可以出来 我知道你 它这个也变形了 所以很多病耶 你怎么这么多病 我有糖尿病 你有糖尿病 又有糖尿病 那你一天吃几种药 我已经在打胰岛素 已经在打胰岛素 哇 你打几年了 打了有两三年了 两三年了 我的糖尿病有十几年了 糖尿病有十几年了 我一直吃 香港以后不要 我一直打胰岛素 好 它 大家认真听哦 我说我们这一套是以病为师哦 它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哦 它糖尿病开始就一直吃药 吃十几年了 对不对 吃到最近打胰岛素 表示糖尿病吃药会不会好 不会 不但不会好 照它的言论哦 我们讲的都是客观的事实 因为病人不会说谎话 所以我这一套一直从病人身上学怎么样 学经验 学答案 所以遇到病人 又要把病人的每一句话都记得要牢牢的 所以它跟我们讲的都是事实 都是一个人生的用生命写下来的历史 你们别如果你们聪明的人听到别人的历史 人家说以历史为鉴嘛 就是可以避什么 握胸 就是人家这样一路走会失败的案例 我们就不要这样做 但是你看哦 糖尿病照西方医学就给你吃药了 也早期发现了 对不对 但是一吃吃十几年 结果吃到最近打胰岛素 那全身几乎都是病 这里也变形对不对 那背部也痛 小腿肚也痛 胸也闷 然后又气短 讲不出话来 你们想想看 这样的医疗对我们有帮助吗 你们仔细去想 我什么都不说 你们想想看一个病人 他跟我们讲的是这样 那我这些年来 我遇到的患者 多少人用他们的生命 在告诉我这样的答案 所以我为什么说理论也要懂 就是怕你们 我帮你们揉好了 你们以为我是推拿师 按摩师 今天把你抓舒服的 我是在治病啊 你们很多是搞不清楚 以为治病就要很复杂 所以很多人脑袋是复杂的 那我把它简单化了 你们反而不相信 我怕的是这样 所以观念为什么要讲那么久 就是怕你们 以后揉好了 结果一发烧又去找西医了 为什么 其实病就是很容易治疗 各种病就是 你只要懂得开关在哪里 然后该温敷的温敷 该推拿的推拿 他一定都会恢复 所以你吃药也十几年了嘛 现在胸也闷是吗 现在最难过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这个很虚了 很寒了 已经到讲不出话来 除了要按推以外 一定还要怎么样 温敷还要吃怎么样 内热源 姜跟人参一定要吃 已经都没气了 我看他真的是讲不出话来 然后你违低谷 所以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以后生病 一定要怎么样 靠自己 不要以为去医院 就可以离苦得乐 没有这么简单的 观念自己要先清楚 然后自己要努力 该运动平常就要运动 不要一生病了 就往医院跑 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帮你做吧 你现在最难受的是 你腿也不能蹲 蹲的哪里痛 整条腿 哇 我天啊 这一坐下来 他是几乎全身是病 怎么办 要不要帮他做 好 那要我试验给你们看 我等一下一边 做一边讲解给大家听 来 没有 来 您过来 好啊 要你们叫我真干 我就真干 现在他很多问题 我一一跟各位讲 第一个他尾椎痛 尾椎他坐立难安 是吧 坐不住 那这里尾椎痛 他的答案在屁股这里 这里一定要楼开 他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也不能蹲了 不能蹲是膝盖的问题 膝盖的问题筋在哪里 你两腿都不能蹲是吗 左腿 左腿 特别左腿 那我就等一下揉左腿 左腿不能蹲 那就是这里的开关出问题 因为膝盖的问题找原始点是在这里 对吧 我说都是由他处引起的嘛 慢性病绝对都是 所以他不能蹲这里也出问题 所以这里臀部有两个开关 等一下我把这里揉完 他就能蹲 那他两个小腿肚 对不对 你刚刚讲的 这里都会不舒服是吗 肩颈 肩颈 那这个是由上胸椎引起 那他还有背痛 全部背痛是吗 胸椎有点弯曲 他说什么 胸椎有点弯曲 胸椎也有弯曲 胸椎弯曲不用管他 我说骨头不会产生症状 筋伤才会产生症状 腰会不会痛 那我按摇 一会耍完一会儿都给你看 你们叫我做就等于 叫我全身做一次给你们看 好我就照你们的画 那如果这里腰要揉哪里 这里 下面的找上面 那怎么找呢 旁边的你画一条线过来 那一个巴掌 他就在这一条可以找到他的答案 那背部痛呢 假设他痛这里 假设 我们就画一条平行线过来 那一个掌心大 这时候就不用一个巴掌 掌心约这么大 对不对 那就在这个范围 就可以找出他的痛点 这样懂吗 那下面要不要找 不找 不找 因为我们只找上面 下面不找 这个跟针灸的理论也不一样 针灸比如说腰背痛 对不对 腰背痛他扎针扎哪里呢 腰背尾中求 学过针灸的都知道 扎尾中 那尾中 能不能立即把他的病解决 不能 那个小开关 一定要从这里 所以我们找的都是大开关 那这里揉完了 我们一个一个做 我先揉这里 我这里揉完了之后 他应该胸闷 现在心也闷闷嘛 讲话也比较没有力气 对不对 这个都可以稍微改善 那还有小腿肚也可以改善 我一步一步做给大家看 好不好 好 那你喉咙会不会感觉怪怪的 喉咙会不会 没有你就是这里 喉咙肝 很多人会以为上火了 这个就是怎么样 筋奔紧之后 产生味觉的改变 所以很多医师 因为没有筋商这个概念 就会误判你们是上火 开出的药就会变良药 你只要把这里揉开了 他那个口干就会慢慢恢复 因为他是寒症嘛 没有理由口干的 所以这种口干就是 寒症体质产生的假象 这样懂了吧 好 那这个药揉这里 那个口干才可以改善 那这样几乎都要 几乎都要做 那糖尿病就是你只要细心的做 全部都可以做得出来 好 我们开始做吧 生病苦不苦啊 我问你们 如果有一个方法让你们不苦好吗 好 所以如果人能够生老不病而死 是不是少了那个病 是不是更快乐一点 自然的雕尾 就像花自然的雕尾 不要因为生病 而是一个在自然的状态 那不要用一些错误的 让他更怎么样 更多的病苦 所以我认为 越自然 能够回归自然 应该是最好的 好 因为他喉咙干 这个 有干干的味道 我头部也顺便帮他处理 这个疼吗 我就知道 这个都产生问题了 好 你忍一下 我不敢出力 刚刚像他们头痛的 我都出比较力 但是我轻轻的他就疼了 这里是不是疼 好 这里疼吗 这里疼 好 你投资在里面 如果有特别痛的地方 告诉我 你哪里特别痛你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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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疼 好 这一层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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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会痛吗 这里会也痛啊 是哦 你说你尾椎在痛是吗 这一点痛吗 这一点在痛 这痛吗 放松 这一摸了就痛 我摸到它尾椎很痛 一轻轻一摸就痛 那真的是有问题 那尾椎是在尾椎是在间椎 所以这一点痛吗 有痛 好 这里痛吗 好 好 它尾椎痛这一边的那个间椎特别痛 按下去它就受不了 所以它现在尾椎是真的很痛 这样可以吗 好 这里也疼 对不对 它膝盖不能蹲 我现在留他的膝盖 尽可能的放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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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疼吗 也是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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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 他刚刚那个尾椎 我一摸它就跳起来 所以他尾椎确定很痛 所以他像这么痛 一般是做立男男 坐着听课很难 很为难 那他膝盖痛也是 坐久了屁股就会更奔紧 那个膝盖更不容易蹲 他刚刚左腿也是很难蹲 那腿也会酸下来 所以跟臀部也有关 那他腰椎也痛 大家也问了 还有背部也痛 几乎全身都痛 还有喉咙也干 少气胸闷 这里通通有 所以我就全部这样揉 所以糖尿病它又是什么 一个慢性病 它是属于新陈代谢 很差的一个疾病 所以到最后 都会引发内脏的不好 甚至严重一点 连眼睛视网膜都会什么 看不见玻璃 现在的感觉 他说都不太别了 他原来说不敢蹲就发赞 发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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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现在感觉是你这个 这个气力呢 头啊 背啊 头啊 背啊 腰啊 腰啊 就是手啊 讲不出气而已 讲不出气是缺少什么 热炎啊 热炎啊 热炎 所以内热炎要赶快帮它补 它那个没有气已经长久了 不可能一下子就恢复气 没有 所以光按推还不够 对吧 我就昨天再讲这个 但是它的筋的现象会怎么样 立即改善 比如 腰背 是不是都比较轻了 腰背 那你做看看 看尾椎是不是能做了 尾椎 刚刚你说做得很痛 现在摸摸看 是 轻多了 轻多了 是 以前啊 招路都疼 现在可以招了 好 好 谢谢 好 各位 各位 好 那你要加油啊 要叫家人赶快这几天来学 学了你那个筋就会松掉 不能一直靠药 然后还要内外热源 那它的体质会慢慢改善 好